来了,SMS也来了 我先打倒了零度,我直接补 零度这个走位的位置其实有点不太理想 再过来,坦克一把六八六 叫妞给喷倒 双方形成一个一换一 是的 这边很细节 用拳头把玻璃捶碎之后 让对方以为自己吓跳 是的 另外一边桥头加油站也是 FQF和TMA已经交火了 还行,正面作战 还配合上远点时期的枪线将SMS全员淘汰 是的,在这波战斗当中 扶住呼唤效率如何了 许生这个手雷炸得很准 主要是旺仔,他刚是拔雷出来的 所以自己把自己也给补掉了 是的,没想到 你们打起来了 而且又是两支靠桥头的队伍 还是要紧张一下 因为其实DT才是虎视眈眈的那一队 是的 两边差不多,RBS是有这个 TMA打得很主动啊 想不想坐以待毙 YARP把1897喷到了龙斯根 YARP这一招反应很快 是的 再来,现在的话 RBS只剩下了老橘一个人 还在这个箱子后面 应该是范围被锁定了 许生一直在看烟 DT拉的枪线拉得非常的开 好像老橘面对许生 我TMA正面的作战打得非常的主动 我一波刷屏带走了IFT AZ直接被捕了 因为选手看到这个圈形以后 就是选择快速的转移 同时在想的 没有想到,真的没有想到 有慌不择路的 你看脚底打滑 然后小叮当反打了一手 小灰灰 这是狭盗追车 车上不断的轰 但是小叮当这边只有一丝血了 全然不知道能不能拍马赶到 还是被小羊放倒 来不及了 开车冲联 小羊非常不错 年轻的一穿四 穿掉了 直接穿掉了 Pero 还能服务 依旧是一个满边 是的 大白龙门阵 一个今天的预判 手雷 人雷打了一个 车上队友在继续的跟枪 已掉一个 双方进入到一波护号 把这个云点 这个火力的支援 交给后点的队友 前点会先服人 实际时候跟小鬼完全被滞留在 实际太僵硬了 主要是车也没了 被打掉以后 是的 因为赛制的关系 积分赛制 一切都是非常合理的 是的 为了拿分 因为这种圈形下 你很 你就只能想办法去拿分了 没错 另一边 又看到巨幅的小羊 大开杀箭 又拿到一分 看一下这个手雷 这摩托手有点危险吧 打了一个 有两个吗 差一丝 但是幻神是个一岛啊 要好车的话 不可能让另外两兄弟 还在蓝胸里面炮着吧 是的 这圈其实载具还是稍微重要的 最起码要安全的到达边缘位置 但是另一边 MCG被悟空给团灭 是的 也是一波战斗啊 悟空这波也是没有任何人员的伤亡啊 满边拿下 这个圈太极限了 听说这把这个没有事物的队伍被淘汰 也是能够理解的 就各种逼着场上的选手去打架 对吧 没有任何的办法 但是听到阿伟的蹦蹦的声音了呀 果然是亮蹦蹦 因为刚刚觉得这地图上那个速度 又不像摩托车那么快 是的 两人载具 除了摩托车 只有不猛了 之前那一波一穿四皮 对吧 这个时候再继续的推分 手雷解决问题 近点 CDG已经被淘汰两个人了 只剩下了灵巧和Monkey King 人造轰炸区啊 这是CDG有点束手难测 原点火王的分数被天弟弟给K掉 K了一下 这把CDG就基本上 如何操作 手里两颗雷两颗火 啊 捕鱼达人 之前说过天霸 在海上倒计的兄弟真的很难受 这个真的没办法 因为天霸的就是登陆之后 他的想法是 一定有队伍比我快 我一定不是最快的 但是一定有队伍比我慢 那我就不着急 先把屁股卡干净 这个一波捕鱼 导致悟空选的不给封了 封也是淘汰掉人以后呢 直接是开着蹦蹦 先到半山坡边缘的位置 先踩一踩 他也吃到了之前 DT开枪去捕CDG的信息 是的 由于这个圈形的关系 现在目前场上 最容易会发生战斗的是 目前南边天露进圈的同时 因为天露 这个位置 好准的枪 萨萨 12月没有想到 萨萨的出枪 让他瞬间就毙命了 但是 对方子弹 这个timing也太好了吧 好的 那这个点的话 Masters是进攻不了了 不过鱼人出枪 交扬还是难逃一倒 破点局 这是在拔算的同时 过点 IBB将小童给打掉 天露只剩萨萨一人 听到这个信息的 New Happy 这个蓝色对面 又来了 这头红牛 毫无言体的情况下 女人想救的时候 被对方发现 是的 为了两个人都是一倒 是的 锁定目标 大方队友 哪一个人去扶一手 New Happy来了 快救了 这个时候得快救了 不然New Happy过来了 是的 大魔王已经来了 感觉都来不及了 全得死了 来不及了 赶不上了 这一波因为是丢失了高 东边麦田 是的 对吧 东边打完了以后 圈又给了一个东切 然后这波是直接压制上来 30秒 站住控完 整个高点视野都有 嗯 它是有主控权的 是的 南南将Monster的分数给拿下 现在还在找 因为知道场上有毒狼 天鹿没有人这个没有跳纸死 天鹿嘛 现在就是萨萨一个人 可玩性还挺大的 是的 现在反而北边 FORM的位置被夹了 TMA也在赶完的路上 但是怎么有 怎么打倒自己人啊 可能正好枪线重叠啊 嗯 而且分数比较多 人数比较多 现在是加力的时候 是的 北边这个时候可以削弱一下 这个对方的战力 小鹿这边也是拿下一分 是的 天鹿和FORM是直接刷屏淘汰了DT 嗯 因为天鹿的一波被子 登陆没有船 哦 没有这个车 只有一辆蹦蹦 然后现在逐渐逐渐的 巴油也有了 对 只是位置还是比较的难受 对于他们来说 嗯 现在天鹿一直在想把 把二位打掉 是的 还好烟雾多呀 FORM 这是高打击 但是就是这个时候 小鹿出手 关键性的一波出枪 让天鹿的注意力 完全被 推进的M4 一波出枪 打残了小鹿 因为他把七七看了一眼 开枪去打七七 然后被旁边 唐弟弟给收了 嗯 而且永远远点 将翠七要打掉 这是一波分的机会了 FORM如果再不吐的话 这波分数可能 拿不下来了 天鹿知道了信息 这一波已经是压到了 FORM的背身 是的 这波对于FORM来说 就尽快地将天鹿的分数 给处理掉 那就是最好的结局 他就可以去站前面 一点点那个波了 不然的话 整个背身 其实全是露震了 天鹿身后 不过堂弟弟 这一波发挥 是直接穿掉了 FORM两人 团灭掉 对 这一波 这个位置 有红点压枪吗 牙皮 牙皮也是一个枪很刚的选手 已经被屁股后面的牛海皮发现 直接带走 非常精准 场上还剩四只队伍 两只 这个两只独狼 尼克雷 问题不大 很准 下一个 不过下一个独狼 他在防区里面的 是的 不知道这个不好听 就不好听 简是不现实的 对吧 不如我就把 牛海皮把天鹿吃掉 我还能再往前狗一分 是的 牛海皮不答应啊 这个自己的分自己打 哦 去了 好的 还是轻掉了 TMA 5-3-1 我们看到这个吃鸡概率啊 牛海皮88.24 RBS这边11.76 你换一八九七也没用啊 就打你过节 打几千枪